大家知道咱們空間站 去年建成之後 我們整個的 就是從空間站工程來講 它進入了一個運營期 或者說它常態化的飛行 那這樣我們現在 就制定了一個選拔的方案 在任務前一年到一年半 就會選拔航艇員 就是執行任務的航艇員 和它的備份的航艇員 現在我們基本上採取 就是兩次任務一起選拔 然後再選拔備份的這個梯隊 這樣的話有利於我們的訓練 和備份這個 這個紅線的銜接 一次任務一次任務的這種疊加 所以大家也可以想像 我們現在肯定是已經這個 這個選拔出了我們的 今年的這個 執行任務的成就以及備份 那這樣的話呢 有利於咱們整個的這個任務的執行 楊立偉介紹 未來中國航艇員的分工 將越來越多元化 選拔的來源 種類和標準 也進行了不小的調整 從最初我們第一批航艇選拔 來自於空軍的飛行員 到現在我們的航艇員來自於 不單單來自於飛行員 那麼還有來自於地方的 大專院校 大學 我們的大學 還有來自於我們的科研機構 還有我們的工程部門 以及科學院 各行各業都來 那麼包括我們第四批的航艇員 還要面對港澳 那麼從這樣的話 從航艇的來源上 也發生了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麼從總類上 除了我們的這個駕駛員 到工程師 還有載合專家 那麼現在呢 我們的這一些標準也好 我們的訓練的一些 規章制度 都進入了這個一個 成熟期或者說應用期 那當然我們工程現在也轉入了 這個空間站的運營期 我們下載的一天 我們下載的建築 我們下輩的新的 機構 如果我們下載的原本 這個空間的 我們下載的 你們 發了